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女騎士綠燈執行通過 不料卻突然衝出一輛闖紅燈的黑色轎車 轎車先是擦撞上女騎士 接著再猛力撞上分割道 巨大撞擊力道造成車輛瞬間翻覆 車可零件噴飛 轎車當場側翻在地冒出大量白煙 遭撞的女騎士則是痛到倒地不起 附近店家經見車禍冒煙 趕緊拿滅火器協助滅火 帶您聽一段訪問 所以第一時間你拿滅火器過來 這起自撞車禍發生在今天下午一點多 宜蘭市中山路一段與環市東路一段路口 現場民眾除了協助幫忙滅火 還有民眾將翻覆車輛的車門打開 爬上車試圖要將受困的駕駛救出 隨後救護人員貨報趕到 趕緊將受傷駕駛送醫救治 而三十四歲成性女騎士所幸異事親屬 還能自行上救護車 也前往醫院進行檢查 這起車禍總共造成兩人輕傷 帶您聽一段警方說法 駕駛傳紅燈那樣意外詳細的造勢原因 還帶警方調查釐清